今天是混打开放的第一天 不少台北的民众一大早就到了注射站排队 期待要接种第二剂疫苗 有民众很开心说等混打等了好久 现在终于等到开放了 不太担心副作用的问题 只希望可以提高疫苗的保护效力 而这一期来不及预约的民众也别太失望 指挥中心表示 接下来每一期的疫苗预约都会开放混打 混打开放第一天 台北民众一早冒着雨 拿着小光卡排好队等着施打 而混打接种时间会从11月20号 一路打到24号 首批预约莫德纳的民众超过12万人 BNT则是5.9万人 不少民众等了好久 终于盼到混打开放 又抢在6小时内完成预约登记 顺利成为混打族实在很开心 当通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朋友都超开心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今天打 混打的保护力比较好 想说要打就要打保护力好 而指挥中心表示 接下来为了因应混打需求 每一轮疫苗登记都会开放混打 而且研议不必再透过疫苗登记平台 只要到医疗院所挂号 就能预约接种 但是我们一次尽量是打 同一种疫苗是最好的 你只要把混打莫德纳人 都会在某些医疗院所 目前来讲只有在医院可以混打 其实民众不太方便 混打终于开跑 就盼不同疫苗发挥强项 提升保护力之余 也让疫苗运用有更多弹性 这动不动